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够语言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负循环 不管哪种语言里面都有负循环 购远 字不例外 马上学习 首先看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购语言中不一样的负循环 哪不一样 不是说它的负循环和别人不一样 而是说它特色的语法和别人不一样 功能都是完全一样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package main 这个没说的 import输出包 这个没说的 然后一上来 main入口函数也没问题 接下来我打印一个横线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这 我实力画了一个循环变量i 让它等于1 可以吧 可以 然后foldfold 然后这地方什么括号都不加啊 直接写fold 空格 如果这个i小于等于3的时候 干什么 大括号进入执行里面这个逻辑 执行多少次 连续执行 直到i它大于3才退出 那么这个循环节里面我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就直接输出了i的值 对吧 输出完i的值 然后把i自己加1 如果不加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怎么样 就是一个死循环 对吧 所以说咱们每次循环一次之后 一定要加上一个不长 好不好 ok 这样的话 咱们这段代码的结果就是说 输出1 2 3 三个数值 马上运行 我本地开一个终端 其实fold循环哪一种语言里面都有 没什么新鲜的 只不过说 在go语言里面 它的写法略显特殊 是吧 所以今天给您介绍一下 哎 邵总怎么退出 怎么是og 也不是go吗 对吧 ok 是go吗 对吧 然后咱们考啊 把这块都考上 同时后面加上一个反大括号 存盘退出 看一下 我的屏幕上是不是输出123 go run main 123 没问题吧 ok 说明咱们go语言 成功执行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这第一个循环 我是在fold之外 声明了一个循环变量i 对吧 接下来咱不了 咱们就在fold语法里面 直接写上i 然后呢 负上写上j 负上一个值 让它等于1 同时j如果小于等于5的前提下 就运行 然后每次j加价 对吧 省去了处始复职 省去了判断 省去了不偿加1 都在一行里面写出来 对吧 有朋友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别扭 哪别扭 你为什么不在这给我加上一个括号 对吧 加上括号 看起来多舒服 对 您加括号 它不就不是go语言了吗 对不对 它不就c语言了吗 对吧 它不就java了吗 所以说 购语言的设计者 他就是这么的特色啊 你们都认为加括号好看 我偏不加 对吧 这就是购语言的设计者 他的怎么说 独特的地方 马上运行下 出来吧 12345 没有问题啊 这地方循环了5次 那有朋友说 我不 我就要加括号 会怎么样 好吧 既然您要加 那我就给您加 好不好 加之后看起来既像java 又像c言 还像javascript 对吧 csharp 都像 是吧 既然都像 能不能运行呢 它一定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说go语言的设计者啊 怎么说呢 偏执狂 对吧 但是也是一位大神啊 说偏执狂 大神都是偏执狂 偏执狂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某种情况下 它是包一词 好不好 比如说我现在这种情况 它就是个包一词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负循环还可以什么条件都不写 直接负一个大括号 这是说什么意思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其他语言中的var true 对吧 永远的死循环 它永远不退出 这地方我打出来什么 怒斥一击 对吧 如果下面大家请看 如果我不加这个break 它会死循环这段代码 永远的怒斥一击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先怒斥一击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break去掉 再试试 好 放到下面 OK 存盘退出 Ctrl L 轻平运行 怒斥一击 没问题 对吧 好 然后我把这个break去掉 看它吃几击 OK 存盘退出 注意看啊 吃起没完 赶紧停掉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咱必须这个break加上 是这样 您可以加break 也可以根据您的条件 比如说您做一个不长判断 让它比如说这个循环三次 五次之后再退出 这都是可以的 对吧 OK 这样的话呢 还是怒斥一击 对吧 OK 好 那么接下来再给您讲一下 怎么说呢 在循环中咱们加上一些判断 这个地方我给您说了一个循环退出break 对吧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 叫做continue 是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啊 如果n等于0就进来 对吧 如果小1等于10就直接循环 每次n加加这都没问题 按理说是循环11次 为什么 n等于0 这是小1等于10 所以循环11次 对吧 OK 那我判断 如果n对2取余等于0 也就是偶数的前提下 比如说0 2 4 6 8 10 对吧 这个前提下 它会continue 直接到这个地方进行n加加 不再走下面的循环 好不好 如果它取余不等于0的话 那么直接输出这个值 也就是说 我这个代码逻输出1到0到10里面的所有的基数 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输出基数 不是吃鸡的鸡啊 是基数的基数 好 试一下 够 存盘退出 够 大家请看 1 3 5 7 9 这个是不是0到10里面的所有的基数 都对上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可以改嘛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如果是3的倍数 则循环 对吧 否则打印 好不好 看一下这个 这样的话 3的倍数都不会被输出 你看 像这个6啊 9啊什么的 都没有嘛 对吧 3的倍数都不会被输出 OK 这就是购语言中简单的循环的逻辑 非常的简单 对吧 希望您能够掌握 便于您今后做更复杂的业务的编程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您呢 可以下载参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呢 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